大姨姊妹 早晨 今天是我们的母堂 一幅堂35周年的生日纪念 在这里供祝我们的母堂生日快乐 所以稍后我们也会有一些纪念品 会派发给大家 藉着这个母堂的堂庆 我想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 就是柳儿离坚的战士加勒 透过他的人生 让我们知道 其实人生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挑战 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过去35年 欣福堂已经靠着上帝的恩典 跨过了很多的难关 那35岁是不是一个老年人呢 相信一定不是 就是一个壮年 但每一个人都会由年轻 初初出世 像元朗堂那样 就是一个四岁的 迈向四岁的小鸚仔 是充满活力的一个小孩子 相比起一个35岁的精壮的年轻人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慢慢步向老龄的 对不对 35年的再一个35年就已经是70岁 70岁就不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一个年纪 但每一个人都会去到这个年纪 有些的教会不单止是70年 甚至乎超过100年 或者是更多的一个年日 究竟人生和教会 是不是可以是越老越坚呢 老而离坚呢 而是这么坚定地去跟随神 加勒的心智呢 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心智呢 我们一起低头吐告 天父上带我们来到 去恭敬 去扬望你 求你的灵 去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每一个都是来让你闯开 神啊 你要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怎么样来到去跟随你 讨你的喜悦 直到见你的面 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 祈祷奉耶稣明求阿们 我们一起读出经文 是在约书雅记的14章1至15节 好 预备 起 以色列人在加南地所得的产业 既是以利亚撒和乱的儿子 若书雅 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 所分级他们的 都记在下面 是朝若和华 是波西所吩咐的 把产业 占购 分级九个半支派 原来摩西在加南可东 已经花 审议分级两个半支派 只是在他们中间 没有把产业分级 利未人 因为约失的子孙 是两个支派 就是马拿西和以百年 所以没有把地分级 利未人 但给他们成一居住 并成一的郊野 可以豪唱他们的受宿 安置他们的财物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把地分了 马是 谋太人在道吉格 见犹西亚 咬几人世俗 耶利夫利的儿子 加勒对犹西亚说 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 指着我对你 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 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的屋上摩西 从加底斯巴尼亚 法发我规探者地 那时我四十岁 按我着心意回报他 愿意同我齐上的众人 只能信心消化 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 我的神 当日摩西起誓说 你脚掌杂志要归起 我的子孙永远为孽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 我的神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 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看那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我还是强壮 像为世打发我去的那一样 无论是振战是出入 我的能量是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 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 我旅有阿纳族人 并宽大坚固的城 你也曾听见 或者耶和华 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 我就把家门赶出去 是耶书雅为耶夫尼的义子 加勒祝福 将耶和华及他为义 所以希伯伦作了 基里洗足耶夫尼的义子 加勒的产业 直到今日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希伯伦从前门叫基列阿巴 阿巴是阿纳族中最尊大的人 于是国中太庭 没有争战了 今天这个社会和政局 都处在一个信心危机的时代 无论是香港还是环球 国际一些打仗的事件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局 其实都令到其他人 不只是观战 其实都是在影响 影响着欧洲的经济 也都影响着我们这个环球 大家都在 如果他禁一个核弹 一个威胁 他真的是一个禁制 其实那个毁灭性 和影响性 都是我们无一行灵 其实还有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要发现不单只香港 其实亚洲或者欧洲 所有全球都是迈向一个老龄化的现象 为什么呢 都是在上个世纪 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 就是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差的了 人都不要生了 如果生了之后 他都会在这个世纪上受苦 这个在我们大婚前辅导的时候 都听到无数 所有人都几乎 所有有50个参加者 就是25对的准生人 其实里面都不够两对 是会举手生孩子的 每一次我们去举行 这个婚前辅导 都是会开场报道会 要他们生孩子 完了之后 他们才是 我们凭信心就去生 其实原来生育都是要信心的 如果在20年前 我们在恩福里面 鼓励年轻人去生孩子 才会有今天20岁的孩子 成为现在业10岁 如果不然就会更加老了 已经没有年轻人了 想教书 幼稚园开始杀校 小学中学杀上去 大学都会受影响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位圣经里面的老人家 叫做加勒 他是怎样在他老年的日子 仍然是怀着一个豪情壮志 他宣告他自己愿意去到最难的地方 最危险的阵地 来到去面对高大威猛的敌人 就是昔日另外闻风丧胆 我们所有的意识人 听到阿纳族人都已经脚远了 他为什么会不请自利呢 然后他要去 能力的源头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归纳出 加勒基一生他的侍奉心志 其实很值得我们学习 有三个的心志 就是专一跟随神的心志 第二就是永远不会延退的心志 第三就是信靠神的应许 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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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体力衰退的有一天 同时也都希望 在老年的时候 年老的时候 我们仍然活得有尊严的 我们活得精彩的 并且有目标和方向的 是不是 是 加勒就是我们很好的学习的榜样 但愿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激励 首先我们看药书亚记的十四章的一至五节 这里一开始就讲到 分地的地土的分配 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 场景 就是在药书亚年纪老迈 就是他的年纪老迈的时候 耶和华就跟他讲了 麻烦下一张 PowerPoint 是的 我们一起读 药书亚 一起读 这个不是 麻烦 药书亚年纪老迈 耶和华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 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本句话呢 药书亚的使命完成了没有? 其实他的使命还未完成 要留待谁去完成? 下一棒去完成了 其实每一个世代 每一个年代的人都有他的使命 但如果他的使命还未完成的时候 需要有其他人去承接 他做了他的那一部分 然后呢 他已经经过几年 七年以上的南征北土 将整个加南地 已经打到片甲不留了 所有的敌人 就划分了这些土地 你看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分布 就是这样的 其中你看到南边就是犹大 犹大这个地土 这个地方是一个山地 平原的地方是很少的 大部分都是贫積的地方 但是也有肥沃的土地 所以通过他们去到希伯伦的时候 当时的希伯伦是一个肥沃的地土 它可以生产的果实 那些的物产是很丰盛的 要两个人抬 才可以抬起一寸葡萄 今天你去街市去买那一寸葡萄 有多重呢?有多大呢? 其实最大的都是像鱼蛋那样大 你有没有见过像西瓜那样大的葡萄 葡萄子? 要两个人抬起的一寸葡萄 那那粒葡萄子有多大呢? 可能粒粒都像西瓜那样大才可以 因为一个西瓜你都可以捧起 那十个西瓜就要找人抬 所以起码那些葡萄子 粒粒都比鸡蛋大 有多大真的没见过 但是可以想象 其实是一个很肥美的地方 才可以出产那些肥美的果子 是令人羡慕的果子 生命同样都需要 是一个肥肥的心灵土壤 才可以产生一个美丽的生命 让人觉得是羡慕的生命 盼望我们今天都在他身上看到这个情况 我们要看的经文 其实是在若孙家记里面的后半部 若孙家记 简单来看就是 全卷书有24章 24章分开两部分 前半部分就是一至十二章 就是讲到若孙家他们 是怎样去争战 去取得加南这个美地 这个英许地 而第二部分就由第十三章 至到二十四章 就记载到他们怎样分地 和同神纳阳 那我们今天就是讲第十四章 正好就是第二部分的开始了 那十三章就是重新去解释 昔日的两个半支派 在以法连 和马拉西和流变 这两个支派留在若旦河东的情况 然后第十四章就进到 刚才我们读的那里 所以开头就介绍一节五节 就交代若孙家和祭司以利亚撒 他们招聚所有的族长 就来分土地 剩下的九个半支派 还没分地 所以他们要去分 那用什么方法来分呢 就是用抽签 经文说是尖沟 尖沟的意思就是抽签 这是古代很惯常用的一个方法 那是不是一个迷信的方法 也不是的 平时我们现在都会抽签 这个也是 因为当要公平 就不是由人去主宰 所以最好是怎样呢 好像由天决定 即是扎到是公还是子 又或者是扎到大还是小 或者是抽人名 做不做这件事 谁去做 就是当个个都 有时候就是个个都想做 有时候个个都不想做 总之都是要有人去做 在这个土地的分配 也都是牵涉了后代的权益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意见 很多增压 所以用抽签的方法 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但是事实上 好像这个抽签的方法 好像是没有人知道的 没有人管的 但是原来有神监管的 实际上不是由签决定 是由耶和华决定的 在针研的16章33章 请大家一起读出 签在怀里 定是由耶和华 所以整个土地的分配的过程里面 好像表面上就是抽签 实际上是由耶和华神 甚至来带领整件事的土地分配 我们就看到 加勒在这个抽签分配之前 他就冲出来 他告诉他 他告诉他们 整个历史的事件 而且向宋人宣告 他就是这位 专一跟随神的心智 的一个跟随者 今天 他已经是一个 85岁的老人家 在经文后半节 就是6至9节 这里他说 已经我们看到 红色字highlight了 第8至9节 又出现了两次 是吧 大家读出 既然我歌 摩西的吩咐是在《文素記》的十四章的緣起 《文素記》十四章和十三章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在講三十八年前的事 三十八年前 他們的先祖已經跟他們十個族長 當時耶穀華曉語摩西 就說你打法人去規探我給以色列人的加南地 要在每個支派裡面去打法一個人 他們都要做領袖 於是摩西就叫了以色列人的族長 來參與這場規探加南地 族長是不是領袖? 是的 而且是領袖之中的領袖 他不是派普通的散仔 隨便一個以色列的散兵游泳去 而是派以色列的族長去 這十二個人是代表十二個支派 十二個支派裡面的族長 而當中就有加勒和約書雅 加勒就是代表著猶大這個支派 約書雅就是代表著以法連的支派 其他還有十個支派 其實他們的名字都是記載在文書記的十三章 是有記載的 但是沒有人再紀念這十個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沒有信心 而唯獨留下來時代 即是年來年月已經過去 三十八年已經過去 這班人已經死清江了 剩下活生生的兩個昔日 上世紀年代的探子還在這裡 生歐歐還在這裡 為什麼? 是上帝對他們的一個祝福 還有你要用他們留下來 向下一代人去宣告上帝的信心 當年所發生的事真的很震撼 因為當他們剛才我所說 他們規探完之後 就將一掛的葡萄兩個人抬過來 去見證當地的物產多麼豐富 但是轉頭他們就告訴他們所有的做人 但是那裡 有時候我們就說 多麼好 不過 不過就扭轉了整個局面 但是他們說 看到當地的居民 那裡有高大的阿瑪力人 耶布斯人和阿摩利人 他們住在山地 還有那些加南人住在海邊 和在約旦河的旁邊 他們是高大威猛 但是他們是巨人 在他們眼中 我們只不過是炸眼 哇 他們很強壯 我們怎麼打呢 我們打不贏他們 當他們這樣說完之後 全部人都嘩然和喧揚 整晚他們都在哭 他們的希望 因為想讓他們留乃乳物之地 就好像人們買新樓一樣 所有的傢俬齊備 玩個行李進去就可以住新屋了 他們以為加南地就是這樣的地方 但殊不知加南地 除了在一個物產豐富 留乃乳物的地方 那裡還有原居民 那些原居民就是高大威猛 很可怕的 所以他們的怨聲說什麼呢 不如我們早點死在 早知是這樣 我們當日就應該死在埃及 或者死在抗野 為何要帶我們來到現在這個 加南地的門口 然後最後我們要死在刀下 我們的妻兒可能會被人來掠奪 算了 算了 不如我們選立另外一個新的領袖 帶我們回埃及好過 他們說這些話 他們說是不是很無良心 當時只有兩個人 約書雅和加南 他們撕裂衣服 然後 他們說我們所掲握的這個地方 真的是極美之地 耶和華在我們 會把我們帶領去這個地方 他會把這個地方賜給我們為業 我們不可以背叛耶和華神 我們要對神有信心 但這幫人竟然說 我們要拿石頭打死他 你給我閉嘴 之後 神就忽然間在這個會幕裡顯現 他的榮光充滿了這個會幕 又說很生氣 他說 我要用瘟疫去擊殺所有的人 剩下摩西你們的後裔 成為大國就算了 成為一個更加強盛的人 那些人的支派 摩西向神求情 如果在這個時刻 其實當時摩西和阿倫 真的跪在那裏求他們 不要說這些話 但那幫人是不聽 當摩西和阿倫是無盜的 但當耶和華神說 要擊殺所有人的時候 摩西是和他的族人一齊 來面對這種耶和華的算盤 是抵擋著 不讓神去擊殺他的族人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摩西 會不會快點殺了他們 這幫人太煩了 太沒有信心了 真是累死我 這個就是我們 我想我們在座當中 有很多人看《聖經》 看到這裏都很火滾 都會覺得很累 為何會這樣 但是一個真正的領袖 他們不會為自己 去求半點 半點有私心 和求半點的這些搶奪 應該屬於他自己族人的祝福 他願意和他的族人同名同尊 他這樣去求神 他用神說 神啊求你照你的大慈愛 來去射免他們 如果你在這裏這樣擊殺他們的時候 他不會聽到 聽到他們會以為 他們會覺得 神啊你是沒有能力 來按照你的英雄 你就將他們帶去英雄之地 你就將他們全部殺清光了 神啊你按你的慈愛 你到去射免你的百姓 好像你昔日在埃及到如今一樣 你經常都是射免他們的 於是神呢 就差點射免他們 不殺他們 不過 神還是很生氣 他說呢 他們已經十次 十次這樣去試探我了 在埃及地道抗野 他不斷見了這麼多神職 但是他們仍然都不聽我 所以我不會把這個英雄之地給他們搭捉 他們一個都不能夠見到這個英雄之地 他們只是聽到 從頭到尾都是聽到 他們沒有見到 我想問一下大家 其實今天我們的信仰 究竟是聽到的信仰 還是見到的信仰 你今天是聽到的信仰 你就可能遇到困難都會很腳軟 但是今天你是見到的信仰 你是見到上帝的信仰 你是見到上帝的信仰 你的信心就會很堅定 在那天 神就說 唯獨我的僕人加勒 因為他另有一個心志 他是專一跟從我 我就把他領進他所去的那地 他的後裔也都會得那塊地為業 神是不會辜負那些專心跟從他的人 上帝是看到的 所以神在那裡 在全會眾的面前 甚至在摩西的面前 在約書雅的面前 是說 我的僕人加勒 他另有一個心志 他是專心跟隨我 我要將他領去那塊地 我要將他領去這塊地為業 這就是耶和華神對加勒的讚許 於是繼續下來 神就說 這班人 這班當日的會眾 二十歲以下的可以留下 二十歲以上的人 全部都不可以進入加勒地 而且他們所有人都要在抗野 他們的疑慮要在抗野漂流 而他們就要死在抗野 他們的疑慮要在抗野漂流四十年 去擔當他們今天的罪 一年就頂一日 他們在抗野裡 他們規探加勒地四十日 他們就要在抗野裡 去擔當他的罪四十年 這個就是當日文素記的十四章所記載的 是不是很可憐 人生是什麼是最浪費? 什麼是最浪費? 就是埋怨 埋怨令人生活在浪費 耗費他的青春裡面 不會有好的結果 不會有好的人際關係 不會見到上帝的祝福 不會見到上帝的應許 這個就是埋怨 所以但願我們在這個 今天的裡面 我們聽到這篇道的時候 我們要效法加勒 他這個意志堅定去跟隨神 無論是什麼情況 他是見到上帝的應許 他就要信心去跟從 一心一意去認定耶和華 有神就不用怕了 雖然有強敵在面前 他仍然相信 神是會帶領他去經過得到 他可以為上帝去打一場硬仗 和他漂亮的一仗 讓世人去見到 上帝就是他的 又真又活的神 我們呢 我們今天 上帝給了什麼挑戰我們呢 在這個時代有挑戰 在你的生命裡面有挑戰 在你的家庭裡面 其實都有挑戰 不是每個家庭都是一帆風順 都是會有一些的壓力 甚至乎我們健康 也有時候會見到 有些的紅燈亮起 有危機的亮起 如果不是我們自己 可能我們身邊我們所愛的人 但是我們信不信到 上帝是透過這些危機裡面 讓上帝去參與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去見證上帝的作為呢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場婚禮 在他們結婚之前 就是社會運動最刺激的時候 當時的婚禮 究竟要取消還是不取消呢 在說社會運動去到11月的時候 11月之前的運動都是 星期六日就來開一個很震撼的手榴彈 就令到每個人都不敢出街 晚上都要回家 但在11月 就突然轉換了策略 但是一至五就打到 檳檸檯檬檬檬檬檬檬檬 groom 李公事件以及中大事件 令到交通癱瘓 一至五都這樣打 那星期六日就怎麼辦 我記得夫妻節我們就在11月頭 我們的元朗堂就開夫妻節 星期五晚还打到 元朗 晚上都听到手楼弹 那些枪声 第二天有帝影姐妹 WhatsApp我和打给我 今天夫妻节还会否举行 我说举行 夜晚打 我们会做一些开始 昨天都打完仗 他们都要睡觉 血肉之躯 所以我相信今晚都会有夫妻节 可以顺利举行 我们就提早举行 话说未完 我们就真的很顺利举行完 11月11日 就是静日的夫妻节 每年我们都会搞夫妻节 元朗堂为什么会 特意搞早一点呢 其实我们都是遷就这里的居民 还有遷就我们这个交通 所以我们就搞早一点 顺便是一个报道会 可以方便弟姐妹 筹备和邀请朋友来 如果是搞平日的晚上 就比较难去筹备 所以我们就改变了策略 结果上帝就被我们在这条纳 就是这个打仗和不打仗之间的这条纳 我们就顺利举行夫妻节 去到星期一 就是11月11日 竟然又是打到 整个香港 交通都瘫痪 是没有人可以上班 几乎 不是完全上班 几乎不能上班 那晚的夫妻节 就真的十几年里面 都没试过停就要停了 而那星期的周末 又有一场婚礼 究竟举行还是不举行呢 我就跟对方说了 打来电话问我的时候 我说为什么要改期呢 人生有多少场 这些大小的变动呢 我说婚礼当然是不会改的了 三门海誓嘛 什么患难 健康 疾病 都是不会动摇的嘛 当然是不动摇了 原来上帝真的这么信实的 真的那天所有人都停下了 因为太害怕了 所有的会议都取消 什么rehearsal 就是那些典礼的彩牌都取消 所有宾客都可以去到那场婚礼 竟然本来想着运动 所以应该没什么人来的了 为什么全部都来的 好像现在坐得这么满 那真的很开心了 那对新人 是不是 接着夜晚一刻 摆酒会不会有没有人来的呢 试过摆酒 有些摆酒就是拿外卖走就算了 就不就 都免得吃了 免得危险 但那晚全部人都去了 都散植的时候 都很安然无事 那便要给上帝掌声 神迹就是我们中间发生了 神迹不是要在历史上 过去式地发生 神迹上帝的介入 我们坚定不言 就是坚定地不去退后 不去放弃 这个心智是今天都需要 不只是加律需要 那才可以见证到 其实一份的爱情 一份的关系 是打风都打不掉的 连打仗都打不掉的 是吧 那 多少人在乱世里面 都是来到去 共定昏文 结婚生 难道打仗就没有人结婚生 就是什么样有 是吧 那我就这样去劝勉这对新人 那他就果然是很平安 完成他的婚礼 完成他的教堂的婚礼 和爷妈的晚宴 人潮散退之后 那条街再起战争 风云又再起了 就是他那个酒店 那条街 exactly 就是这么准 上帝的时间是刚刚好 就是这条线里面 给人有平安 如果我们高举神 专一跟随神 去认定上帝的时候 是没有东西可以阻挡得到的 你相信不相信呢 还是你的时间 光阴青春 就在这些埋怨里面流逝呢 有一点我们不可以不留意的 就是每一次提到 加勒这个人物的时候 他都会提到 他是基尼洗俗 耶夫尼的儿子 这样去称呼他 究竟基尼洗俗是一个什么人 是什么族群呢 原来追索在《创世纪》的十五章记载 基尼洗俗原本 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加南地区的其中一个部落 换言之他也是外邦人 亦都是要被上帝要剔除的一帮外邦人 但是很相信基尼洗俗这个外邦人 他们是有人跟犹太人 犹大人 犹大之派通分 所以他们加入了犹大之派 所以加勒还成为了犹大之派的族长 情况就好像摩鸽的女子路德 在圣经里面形容路德的时候 每次都会说他是摩鸽的女子路德 还有妓女拉罕同样都是外邦人 他们都是愿意放弃他自己原本的信仰 去投靠耶和华的音下 得到耶和华的认同和祝福 成为了意识列里面其中一员 很光辉灿烂的一个信仰的标记 和信心的一个明灯 让我们看到加勒的一生 他就是这样用他的信心 成为一个榜样 专一金锤神 第二 加勒的心字就是永不延退的心字 第十节 第一节这么说 自从耶和华说摩西跟我讲话的时候 耶和华说 照他所应许的死我存活者 45年期间 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看来 现今我85岁了 我仍然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真战是出入 我的力量 那时是怎样 现在都是这样 厉不厉害 他的心智始终如一 45年如一日都是这样 当时40岁 现在85岁 我想问一下大家85岁 现在你省上眼睛想象一下 85岁的时候的你是什么状态 现在有人说85岁他想回到天家 想而已 是不是就不知道 有没有人认为自己85岁的时候 已经回到天家 想回到天家 85岁 够了 原来有很多不是很够信心的人 究竟你想怎样为主上帝去过生活呢 如果你想为主过更多 更荣美的生活去见证上帝 再去打这场仗的时候 就需要毅力 需要信心 需要专一 和一个永不延退的心智 换言之 就不可以怕辛苦了 如果怕辛苦就熬不住了 是不是 当年加勒凤鸣来偵探家南的时候 其实他只是40岁而已 当时他也没有犯错 他没有犯错 他得到这块的应许地 但他要等等38年 38年的青春流世是最征壮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只是等待 就在这个旷野里面流浪流浪 漂流漂流 其实按照现在人的心态 现在现代人的心态就觉得 上帝不公平 为什么要滥炒 为什么要连累我 我也没错 罚他们就好了 为什么要罚我 我的时间青春很宝贵 其实这个 都是我们很典型 那些现代人 那些很自私的心态 就是在有和的时候 有福的时候就一起同享 有和的时候又如何 划清界线 就是不要连累我 那你试一下想象 如果只有若书亚和加拿 他们可以入加南 提早38年就入加南 有什么后果呢 他40年之后还存不存在呢 还有40年之后 他还和他们的族人 漂流的一帮族人 还有什么关系呢 就算他存在 就已经无关系了 但是唯有他们在忍耐 等候和顺服上帝的时候 他就能够和他们的族人 一起去见证上帝 在这48年 38年 上帝都是信实不变的 而他们的信心 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好像什么都没有做过 但是这种始终如一 去跟随神的 这种的心智 就是一个最大的见证 很大的用处 成为后代的一个祝福 还有一个很大的榜样 弟兄姊妹 我们有时候很急功近你 在这个加勒的心智里面 盼望 一个永不延退的心智 不要怕辛苦的心智 并且最后就是 他靠着上帝的应去 为神真正的心智 都是需要我们来去操练 还有来去提醒 他等了45年 他说我 我要去这里 如果你 看先 求你将这个山地 披我 那里有阿拉族人 并且宽大的城墙 你们都听见的了 或者耶和华会照他的应许 他跟我同在 我就将他来说出去 这里 加勒说得很谦卑 他说 或许耶和华 或者耶和华 照他的应许 与我同在 我就可以将他说出 那时候他几岁 85岁 他仍然有这份豪情壮志 如果是你有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 很消极 救了皮 我不再打了 我已经打够了 但是就因为他这份豪情壮志 上帝就给了他这一块的地 最后他就将这些阿拉众人赶走 于是国中太平 没有争战 他才是真正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上帝给了什么使命给你 你是否完成的呢 你仍然是推却的呢 因为你去惧怕 然后是逃避呢 到你离开这个世上 要见主面的时候交功课 你是否会交到的 如果你愿意是为上帝梦想 为上帝求大事 做大事 做上帝要你做的事的时候 其实你完成得到 你是会觉得 你是可以荣耀到上帝 你去服侍到这个世代 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人 你就不能够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不能够服侍这个世代 有每一个人都愿意去服侍 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 正是刚才我说的 生这件事 如果你结婚 上帝又给你有机会生 你就要把握机会生 过了秒就不行了 明白吗 即使你是正常的一个人 过了生理的年龄 你想生就生不了了 好像昔日的我 我就真的好不喜欢生 真的打死都不想生 就因为这件事 都跟何牧师叫了 我都很长交的了 上帝最后都是改变了我 就要去信服神自己的吩咐和应许 那就尽管试一下吧 上帝可能不给我呢 但上帝给了我 给了两个我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凭信心 去面对人生里面各样的转变挑战 今天上帝又给了你什么任务呢 上帝就在四年前 给了一个挑战我 就跟何牧师一起来开元朗堂 其实当时的我 都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去直堂 如果是最佳的状态 就应该等下的 等下等我读完书 才完成我的学业 才去直堂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来的吹逼 我心里面是很焦急很焦急 一定要现在就开始了 不可以再等了 再等就开不了了 就是一个很大的吹逼感 果然呢 又为了要开元朗堂 我要推迟我的毕业 我也觉得很值得的 开完课之后 才再补加一些论文 果然呢 就是那年 2018年的12月 我们收到这个地方 我们在开一个感恩礼 我们一个纳石遗迹的崇拜 然后1月的20号 就是我们的开堂感恩会 我们每年都是用1月的第三个主日 就成为我们的堂慶 半年之后就是社会运动 接着再下半年 就是再半年之后 就是2020年的1月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疫情 其实我是要2019年的6月 我才毕业 其实社会运动已经揭开 我行毕业礼那天 其实呢 都是有运动的影响 的阴霾都在 那我们是怎样去开一个新堂呢 所有的人心 信心都已经消化到 好像溶了一杯水 所以这个是上帝自己的时间 上帝他自己的感动 就是我们人只需要回应上帝 就已经足够 上帝就会有包底的恩典 那在这里呢 最后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 一个人物呢 他就叫做吴光 一个 是的 一个的吴恩光牧师 你看看他样 94岁了 像不像呀 可能他的样子 比我们在座当 某一些年纪的人 那他一生都是 侍奉神 都是抱着一个口号 就是随走随存 还有他一生都是想着 广传福音 领人归主 这八个字 永远都是放在他教会 他最多眼的一个地方 他很吸睁的一个口号 他1943年就传职蒙照 去侍奉神 那他就去到 一个的 缅甸 由缅甸 去到台湾 其实他这个心智都没有改变过 最初他就去到缅甸 来到传福音 去到海拔三千至六千尺的高山 来到传福音 逐家逐户拍门 来到跟那些美德之文 来到传福音 那他又一家一家信主 然后就由家庭崇拜 然后有报道所 然后就扩展到成为教堂 期间他曾经试过 骑马的时候 就在马背都跌下来 重伤 又试过开车去探访的时候 遇到车祸 他差点就没命 当他觉得自己 就来死的时候 他祈祷呼求神 上帝听他祷告 然后他脱离了死任的幽谷 他爬起身 就再去到缅甸的东北山区 来到报道 在那里就跟那些食大麻 还有那些赌鬼 还有那些很迷信的道士 来到打交道 去带他们信主 一家一家地信主 直到1966年 总共二十几年 在缅甸这个地方 来游走去传福音 都带了很多人信主 但是到68年 因为缅甸排华 没办法再留在缅甸 所以他们一家就去到台湾 当时去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的经济很结局 牧师和师母 就凭着信心 就用一煲饭 一只鸡蛋 来养活他们的孩子 当时他有九个子女 他们就是这样去过活了 上帝没有辜负一些坚定 去专一跟随他的人 最后 子女都健健康康 肥肥白白地长大 九个的孩子 六个后来都成为了传道人 他们忠心的侍奉 到今天 他已经94岁 仍然非常健壮 他跟很多人说 他的抗衰老的秘诀是什么呢 宿灵的抗衰老 就是每天都是去定时 很早起床 来到灵修 读经 祷告 做运动 吃简单的食物 其实 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退休 我们就可以吃到肚满腸肥 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可以吃很多 如果你退休的年纪 七到八十 人家天天都请你去吃自助餐 就是要你快点死 就是要你快点回天家 所以其实退休 不一定要很多钱 吃得清淡 其实是心灵 哀莫大于心死 但是年纪大的时候 如果你有意志 有志向 有目标 你都可以活到 好像年轻人那样 但是如果一个没有目标 哀莫大于心死的人 就算是年轻 他都可以 武器沉沉 患病前身 什么都有 所以我鼓励大家 就是这样去跟随神 我们一起看一头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求你 将加勒的心志赐给我们 让我们的人生 是为你打一场美好的成仗 因为 好像保罗所说 他是将跑的路 他已经跑尽了 所有要打的仗 他已经打过了 从此以后 是由公义的冠冕 为他传留 但愿我们都是 愿意在上帝的面前 领受这份永不言退 老而离坚 好似效法加勒的心志 来到事奉神 祈祷奉耶稣明求 阿们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